大家好 我是高壽 不久前我就拍了一段影片 講講香港各大大學的術語 還沒拍完 現在來講它 生活方面的大學術語 第一 SAM 即是學期的意思 學期英文簡稱就是 SAM 頹飯 即是那些在大學食堂裡面 用很低的價錢 買到的飯餐 雖然價錢很吸引很便宜 但質素 嘩 好不行 吃不下口 撻皮 形容慈利 形容一個人 態度散漫 很不積極 做什麼都罵夫 求求其其 通常一個人 這樣被人形容 都是因為整天走堂 持交功課 就會被人這樣形容 嘩 形容那樣東西 很辛苦困難 休息不到氣 BJ 仔 即是博進仔 哭心扣命做事的人 BJ M F 即是博進無悔 大學五件事 即是讀書 上莊 住康 做拍攤 拍拖 這裏可以說一下這五件事是怎樣 讀書 最基本要做的 讀書這方面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去學習 有些 會出席所有課堂 有些 經常走堂 考試前就臨急抱佛腳 而大學的課堂種類 通常就是Leture Tutorial 最常見 Leture 就好像補習班那樣 港師學生一對白這樣講課 Tutorial 就比較著重於練習 鞏固知識 一般Tutorial 都會點名 所以不少學生 都只會出席Tutorial 上莊 做學生會內閣幹事 搞一下活動 住康 住學生宿舍 體驗一下 拍拖 大學是拍拖好時機來 壓力不算大 空閒時間多些 異性又多些 容易些 Part time 做劍證 大學開支大很多 通常都一定做Part time 幫不補一下 但學生的Part time 通常都是幫人補習為主 好 地方方面的術語 CC 即是電腦中心 Computer Center 簡稱 同時都是理大香港專上學院 還有香港中文大學 準機學院選擇 SU 學生會選擇 Student Union 學 宿舍 飛本地生 居住偏遠學生 必住地方 不過也有些院後 會強制所有學生 留宿住庫的 Libar 圖書館 Library Library的發音 Can 飯堂 Canteen 有分新同舊 這個也不難理解 稍微懂英文 都知道是什麼 好了 講完香港各大大學術語 不是很難明白 很容易就理解到 除非你是NDS 那些就算了 那些都是回中國的 講到這裏 希望這些術語以後還可以繼續 如果消失了都挺可惜 但香港校園越來越多熬冬瓜 唉 都不知道會怎樣